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最新的消息是新竹的渔民出海捕鱼发现眼前所见不都是中国渔船越界了吗 看看这段画面 赶快跟相关单位通报 通报之后他还发现说 他把台湾渔民放在海里的笼子直接拖走了 这些状况谁可以保护相关的权益 台湾的渔民的权益 海巡署去查证之后证实 的确有三艘渔船进入了我国 12海里甚至到6海里处 严重侵犯台湾海域 坐标位置看起来在苗栗外埔 西北方的6海里这个地方 然后呢 因为现场有看到有监控吗 还是有其他我们我方的人员在现场跟进 追踪吗 没有耶 就是看不到怎么回事 因为国防部刚刚才在立法院打巡的时候 由邱过正部长所公开谈的话是什么 第一集 这个定义改变了 什么意思 不一定要开枪开跑 只要有实体的海航 无人的基建或气球 什么侵入我的领空海域保管在内 就可以定义为第一集可以启动的时刻 那像这样怎么办 怎么样叫做真的是界定超过了我们的海域或范围等等 现在其实已经变成常态 所谓的超越空越干海域 那我们的海域又是哪里呢 海巡怎么执法 现在国家政治研究基金会的副研究员接种 他在分析里面就说好了 他就说了 分析认为 必须要做好短兵相接的准备了 因为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 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跨越 不清楚 而要严理出一套应变计划落实 才能让第一线人员知道怎么遵循 因为如果第一集所谓的定义改变的时候 这个第一线人员在接触 万一又有什么意外状况的时候 说真的擦枪走火 现在才是邱国正睡不着的原因吧 而蔡政府反击说要大内宣 就是说中国的灰色地带冲突 有很多的公务船在侵扰 所以海巡署还特别公布说 如果发现中国公务船将进入我限制水域的话 就会立刻的机动调整巡防舰艇 预制其航线路线来适时的应对 所以刚刚因为是渔船 就不包含在内吗 公务船才包含在内吗 海巡官员说 可是海巡署我们算一算数字就好了 600对以上的大型的舰艇 现阶段只有28艘 扣掉三分之一会有建修 修架了 三分之一要维修保养 实际大概只有10艘船 可以执行勤务 那如果说对岸一直不管渔船或公务船 都持续的在逼近跟在附近活动的情况之下 那该怎么办 当然数量上绝对不够 行政员核定的海巡各舰队的人力舰艇 虽然筹舰交付 可是随着硬体增加 就要有相对的人力 就算我们好了 我们的船有了 人力还是不足 因为以目前美国类似的 4000吨级巡防舰就有100多人 但是我们却不到80个人 所以显然船设备人都不够 要怎么因应跟监控 现在越来越密集的互相 这样可能会有的对峙 发生这种巡航的状况呢 那尤其中国海警的总顿位 被统计里面告诉大家 是在世界上排名全球第一 总顿位超过36万吨 所以在台日非要的岛链的 各国的水域里头 如果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相对等的影响力 是困难的 官人是说规格都超出了 各国海警单位的配置 所以现在赵春山教授 不是刚刚从大陆回来吗 他才会这么担心 他才会说 金门渔船事件本来很简单 可以好好解决 没有好好解决之后 现在的这个过程 跟目前发生的恶化的状况 让更多的谣言说法揣测出现 甚至可能加速北京推进统一的速度 那就算有军事行动 他说他也不意外 亮哥怎么看 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什么12海里 20海里 直接6海里 云民就看到了 然后我们海巡署可以怎么办 这个蛮奇怪的 因为我们国防部有做 大概花了4亿多 做了那个暗机的侦测系统 听说他连那个扇板都侦测得到 那怎么可能渔船侦测不到 扇板都侦测得到 海巡署有说有侦测到 问题是侦测到然后呢 不是 如果有人已经 这个已经不是临街海域 这个是临海了 那有人进入临海你都不用 海巡船都不用去看一下 所以 不觉得太离奇吗 我有掌握这样子 那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武装的 这个还好是非武装的 对不对 那不然你按机 那个做那个侦测雷淘系统 要干什么 因为据我了解是 我可能还没有全面建制 不过这个是属于北台湾 北台湾应该已经建制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相当的离谱了 这个国防委员会应该要咨询 因为我们真的有花4亿多 那做了按机的侦测系统 所以基本上那个指挥中心都看得到 就看到有那个点进来 就好像我们在看那个天空 飞机来的那个侦测系统一样 然后他有特别讲说 小到散板他都可以侦测到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海巡的SOP是什么 对 对不对 所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周美武署长 或管碧琳是不是又要再回答 这个问题了 怎么又来了 不知道你们平常的SOP是什么 因为海巡船照理讲 针对于船就一定要出去吧 这个你也这个百分之百是非法的 对不对 你已经越界了 这个比金门越界也要严重太多了 当然 对不对 所以反而 这个新闻是说没有看到海巡船 就是就于民所拍摄到的画面 对 是完全没有 于民会发现是因为 他放下去的笼子被人家捞走了 对 因为他是脱网 那就可能这样傻 于民都可以拍影片 事实上那个金门那边也有 也有渔民传出影片 那个绿营的有人在贴脸书 说这个就是大陆的内钞渔船 事实上不见得是 反正渔民常常在拍影片 所以我就说海巡署 说因为船身晃动所以拍不到 这个我才难以理解 连渔民都在拍 而且我看那个速度也蛮快的 没错 这个是因为他有损失 所以他当然会去追击 因为我们渔民也放一些笼子 然后要准备收 结果他来一脱网就把你脱走了 所以这个 坦白讲他等于是偷你的东西 这个海巡署怎么没有去做执法 这已经是人民财产的问题 对 或者是我不知道这个渔民跟海巡署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报案的关系 就是说渔民看到可能有 那个不明渔船侵入 然后或者是进来你本来在捕鱼的海域 然后抢走了你的捕货物 这个时候他们可不可以报警 报警应该就是报海巡网 不然要报哪里呢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新闻真的是值得我们 这个国防委员会来咨询 就是我现在就发生这种事 因为大家本来预期 这个惊吓海域 这个世界应该不会外溢到台湾来 市长现在苗栗的外海 不我知道 这么近的位置 不因为那个 我认为民进党就是这样判断 如果真的是这么容易外溢 那我相信他做动作就会谨慎非常多 那因为他的判断就认为 大概就是惊吓海域 那了不起就是禁止线被没收 那这个 如果是这么快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蓄意的 还是只是大陆渔船 单一的渔民 自己在 测试底线 不是因为这个真的走蛮远的 说实在 你越过中线到这边 一百多公里 对不对 你越那么远 然后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是一艘还是多少艘 因为大陆也有 各式各样的灰色地带的船只 那有时候也会 表面上看起来像渔船 所以真的不知道 可是如果这个是 数量不是只有一艘 如果一艘我们大概可以把它 理解为是各别人来偷 或者是飘过来的 或者他随着渔网 被海流一直飘 然后就飘过来了 如果是多艘 那恐怕要警戒 这就表示大陆可能对这个事件 他所界定的这个管制线 他的没收就不是只有 惊吓海运那条线 那这个就麻烦了 因为接下来可能 越来越多 你怎么办 他会挑战你所有的领海基线 我们的领海基线事上 还有很多外岛部分 马祖 东沙岛都是 如果再过来澎湖 那就会越来越近 那我们就要有一些作为了 宾哥 因为我们的官员 在立法院打巡的时候 都是我军威武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不怕 我们主权很重要 你们维护渔民 维护海巡署的 当他的后座力 当支持他的最大的力量 可是现在渔民 如果这种状况 然后未来如果越来越多 这种状况在人力物力 都不均等的情况之下 该怎么办 民党看起来是 打算什么也不做 现在看起来就这样子 这个是三艘 对 因为海巡署 现在暂时有三艘来 那表示海巡署知道 对 我就觉得奇怪 海巡署你知道有三艘来 按照你们标准追SOP 你不是应该要转过去抓人吗 不是 又刚刚启用的舰队 可以出发 对 你可以赶快过去抓人 你看这个船就知道 他绝对不是什么快艇 他绝对跑不快 你要抓到他应该绰绰有余 你不会告诉我这艘船 你追不上吧 不可能吧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完全没有任何动作 是我们的渔民自己发现 而且请注意 这个渔民在报应的时候 讲说什么 常常发生这种事 所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搞不好这个根本就是常态 只是过去没有人要报这个新闻 现在因为金门翻船的事件 所以造成了渔民把这个东西 就顺手不出来 告诉你我们的无奈 这个会不会已经行之有年了 我觉得海巡署恐怕公布 你说过去这么多年驱逐了 9000多艘大陆船 驱逐的地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会都在这么近的地方吧 你不要告诉我是这样吧 那还不够危险吗 那海巡署你明明知道为什么 你们在金门会直接 40节以上的速度去撞人家的船 那现在这个 这个显然速度很慢的渔船 为什么你不问不问 我也不懂 你不会是跟人家约好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非常非常奇怪 那请大家注意 因为它到了距离我们六海里 我本来认为金门翻船事件之后 我是比较悲观 我认为他们会开始侵扰澎湖群岛 结果不是 人家直接到我们新竹外来六海里 在迷糊 那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 我们现在不是死守二十四海里 是死守六海里 那请问这六海里的话 你要知道 如果它这艘上面有武装的话 它可以直接打你陆地 真的 而且你看起来好像一副 不想理它的样子 那你现在就跟人家讲什么第一集 你根本就是完全 我觉得把我们的防务 把我们的安全完全自知度外了 无所谓了 随便它了 敞开大门欢迎人家来 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海委会 海巡署对这件事情 要给一个非常妥善的说明跟交代 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那最近我们交信件 哪加一集的 五千顿的 听起来不错 听说陆陆续续续 总共四艘同巡台要出来 对 看起来是增强的力量 可是人呢 人从哪里来 海巡弟兄 我之前我都在讲 金门翻船事件之后 搞不好海巡弟兄 照现在这种处置方式 可能很多海巡弟兄要退伍了 不想干 那现在你有新建下水的没错 但是有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 你招募不到人员吗 招募得到招募不到 我觉得这都是 很让我们头痛的事情 那大陆那边是不断的 在增强他海警力量 他现在36万吨 按照他现在建军的速度 他可能十年之内会到50万吨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一直强烈建议 你要在还可以谈的时候 赶快谈 跟对方能够先化解这种 冲突危险的局面 然后你可以借这个机会 借金门翻船的世界 其实重新建立起两岸的默契 至少像这种 大陆渔船会侵入到 我们六海里这种事情 不能让它再发生 这样对大家不是都比较好吗 那你用这种对立的态度 到最后就是人家紧急进逼 我想我本来以为是澎湖巡岛 现在已经到我们六海里外海 下次是不是直接登陆 我都担心这一点 真的不要再开玩笑 其实不用讲邱国正 他的压力很大 我想现在压力最大的 恐怕是海巡署的 这一些执行的人员 委员你要想想这些 现在SOP不清楚 那他们到底出去之后 会像这一次的案件一样 发生这种争议吗 那所谓第一级 那是代表他们的工作 其实危险度很高 随时发生冲突的时候 要到什么程度 才不是造成危险 包括自己 包括对我们国家 造成危急 那个其实很紧张吧 他们自己压力应该是更大的 当然邱国正讲 进入我们的领空或海域 就可以加以肌肉 他讲可以 不是代表一定 我相信没有人敢做 这一个动作 就是你进来 我马上就开枪 我相信实物上 不可能直接去打冲突 直接加高得这么大 打下去可能就发生战争 没有人敢这样做 但是我认为说 今天这个事件很明显的就是 对岸的鹰派 在国内的力量 他们内部的力量是抬头的 我不相信这个渔船 它是自己 自己慢慢慢慢开过来 真的是不知道 因为三艘 我不知道是民间的还是发生什么事 这渔船其实在金门 两条人命的事件发生之后 我相信他们自己内部的媒体的报导 他们的媒体报导一定是说 我们的海巡人员 执法怎样恶劣 他们一定是把我们执法人员的 态度讲得很恶劣 他们是非常弱势的一方 照理来说他们的渔民 应该是要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面 他们一定会避免过去 跨越两岸默契的情况 他们都担心会不会在 这样子的冲突下面 成为一个牺牲品 但既然他敢这样子开过来 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定是 他们内部有人 酷意去操作 然后测试一下 我们这边的底线 看看我们这边 这个执法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定是 有高层收益 然后来测试我们的底线 这就有点像 过去两岸冲突加剧的时候 对岸就跟我们打消耗战 一开始是领空 领空他们只能拍战机 就一直飞过来 他也不是真的要跟你打起来 他就是消耗你的空军的一个 勤务人员 让你很累 然后让你一直要飞 甚至前一阵子说 我们现在能力都补不上去 没人要去做了 这其实就间接消耗 我们的国防的能力 现在不只是领空 他现在连海也一样 海也一样 他就不派军舰 现在海船那么多 就派渔船过来 我们如果他每天都这样 派渔船过来 我们有那么多的海巡弟兄 可以去执行勤务吗 这次显然是没有管他 没有办法 说不定 他们已经有派出去了 说不定不止这三艘 说不定他们到处都有 我们的海巡去追其他艘 这三艘是没有跟到的 他们没有多的传力去跟 这样子如果说 继续二一螺旋 继续上去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继续 跟我们打消耗战 看到我们受不了 他们英派的部分 当然就是希望说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骚扰 来增加冲突 看有没有机会 点燃他们想要的一个 两岸二一冲突 升高的一个契机 这个本来单一的案件 渔民丧生的事件 本来可以好好解决 现在因为双方找不到 可以好好谈的契机 真的要搞到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现在是渔船 接下来公共船 然后再来 无穷无尽赶快谈 这才是正办吧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